第十五课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Lesson 15 The rest of them are all okay 大家好 欢迎来到HSK标准课程第三集 我是高赫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第十五课 课文三 上节课 我们说了比赛时候的要求 和需要注意的事情 比完赛 你一定很累 想要休息了 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生词 上网 to surf the internet 跟我读 上网 上网 上网买东西 上网看电影 你经常上网做什么 让我们看看 这个词怎么写 新闻 新闻 你经常看什么新闻 我经常看 体育新闻 让我们看看 这个词怎么写 我们在吃几分和相当中的游戏 花,to spend,跟我读花,花,花钱,花时间,这件衣服我花了二百块。 上次的作业,你花了多长时间? 大卫花了五个小时才写完作业。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今天的生词学完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跟我读上网,上网,花,花,新闻,新闻,非常好。 我们看这张图,小明考试考了一百分。 他现在怎么样啊? 他非常高兴。 我们可以说小明高兴极了。 今天的作业非常多,大卫写到晚上十二点才写完,现在非常非常累。 我们可以说大卫累极了。 这只小狗怎么样? 可爱吗? 可爱,小狗可爱极了。 小力喜欢男朋友送给他的礼物吗? 小力喜欢极了。 我们看累和喜欢是什么词? 累是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喜欢是一个心理动词。 Mental verb In Chinese, the superlative degree can be expressed using adjective or mental verb plus 极了。 好,我们来做一做练习吧。 完成对话。 你做完了吗? 一,你喜欢唱歌吗? 我喜欢极了。 二,他画画画得怎么样? 它画得好极了,像真的一样。 三,你觉得中国菜好吃吗? 我觉得中国菜好吃极了。 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课文吧。 听课文前想一想,上网可以做什么? 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呢。 是啊,除了看新闻,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看电影,买东西。 对了,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怎么没见你穿? 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给我弟弟了。 他满意吗? 不用花钱,还有新衣服穿,他满意极了。 你听懂了吗? 上网可以做什么? 除了看新闻,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看电影,买东西。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课文。 读课文的时候想一想。 一,小刚为什么没穿在网上买的衣服? 二,小刚的弟弟为什么很满意? 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啊。 是啊,除了看新闻,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看电影,买东西。 对了,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 怎么没见你穿? 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给我弟弟了。 他满意吗? 不用花钱,还有新衣服穿,他满意极了。 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吧。 小刚为什么没穿在网上买的衣服? 因为那件衣服,他穿着有点小。 小刚的弟弟为什么很满意? 因为不用花钱,还有新衣服穿。 下面,我们跟着录音,再读一遍课文。 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呢。 是啊,除了看新闻,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看电影,买东西。 对了,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怎么没见你穿? 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给我弟弟了。 他满意吗? 不用花钱,还有新衣服穿,他满意极了。 好,下面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遍对话吗? 现在用电脑上网很方便。 除了看新闻,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看电影,买东西。 小刚没有穿从网上买的衣服。 因为那件衣服有点小,他给他弟弟了。 不用花钱,还有新衣服穿,他弟弟满意极了。 现在我们来做练习吧。 选择词语填空。 你做完了吗? 来看看答案。 一,这件衣服很漂亮,你为什么不买? 我把这个月的钱都花完了,不能再买了。 二,你怎么这么累? 昨天晚上又上网了吗? 不是,昨天晚上我写作业,写到十二点。 三,你看刚才那条新闻了吗? 没有,刚才我在吃饭,你快说说。 完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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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一起看看答案吧。 一,大卫怎么吃那么多东西? 他两天没吃饭了,饿极了。 二,老师,我的作业有问题吗? 你写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看新闻,我们还能上网买东西。 但是要注意,买东西的时候不要花太多钱。 昨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喜欢极了。 你喜欢上网吗? 你上网的时候经常做什么? 好了,问问你的朋友们吧。 他们在上网的时候都会做什么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